尽管多位联准会官员持续发表鹰派言论 但随着美债殖利率下滑 美股主要指数在7号开盘后一路震荡走高 并且苹果的秋季发表会登场 让苹果股价V型反弹 苹概股也群起高涨 纳指晋阳超过2% 终结7个交易日连续收黑的跌势 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 道琼指数大涨435.98点 收31581.28点 纳斯达克晋阳246.99点 收11791.90点 标普500上涨71.68点 收3979.87点 费办指数上扬40.03点 收2611.50点 欧洲股市方面 中国的贸易数字逊色 增添了全球经济疲弱的担忧 国际油价跌落到乌俄开战前水平 欧洲原物料股领跌 但是公用事业股逆势攀升 欧洲三大股市走势分歧 英国股市下跌62.61点 收7237.83点 德国股市上扬44.53点 收12915.97点 法国股市小涨1.31点 收6105.92点 以上这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一旦 请订阅 按赞 订阅 按赞 订阅